HELLO 大家好,我是喜歡美式找事的阿蘭 今天為什麼突然更新 是因為今天心情著實是有些不太好 然後就找點事情做嘛 所以今天是真的美式找事來的 那我今天美式找事的主題是什麼呢? 請看標題 是這樣,就是我上上上的視頻發出來之後 因為我在視頻裡講說 這個異性戀女性她們的性高潮的頻率沒有說 女同性戀的性高潮的頻率來的那麼多和那麼確切 所以呢就有很多人私信問我 就是說女同性戀到底是怎麼性交的 然後我當時是想呢 這件事情不值得做個視頻來專門解釋吧 因為你去看小片片就好啦 小片片可比我的視頻好看多了 但是呢我又一想就是 為什麼大家會對這個問題感興趣 以及為什麼大家會對這些問題有一定的誤解 那背後是有一些東西可以深挖的 所以呢我就決定開一期視頻來講一講 女同性戀她們到底是怎麼進行性行為的 以及她們會使用假釘釘嗎? 我們應該怎麼看待她們使用假釘釘這件事呢? 一句話來解釋 女同性戀是怎麼進行性行為的 她們可以通過一切你所能想像到的方式去刺激生殖器 或者說使用你能所想到的一切的工具去刺激生殖器 以獲得快感 就這麼簡單 除此之外呢 她們還可以通過BDSM 角色扮演 或說情景重現等等 不接觸生殖器的行為來獲得性高潮 當然後面這些行為是會比較小眾 但是你想一想 通過所有可能的方式刺激生殖器以獲得性高潮 這難道不就是所有人所有性別所有性向的人所採用的性交的方式嗎? 所以呢 女同性戀的性行為跟大家的性行為也沒有什麼區別啦 我其實是覺得 就是詢問我女同性戀要怎麼性交的人 她是知道以上這個答案的 她是知道女同性戀可以用手用嘴用工具 但是呢她們不想承認的是 在這場沒有陰境介入的性交中 那性交還算性交嗎? 很多人到現在還有一個迷思 就是覺得說性交一定是一個人的身體 某個部分塞入了另一個人的身體 然後兩個人哼哼哼哼哼 最後有人射出了一些東西 作為性交的結尾 這樣子才算是正確的性交 正確的性交 那如果你是這麼想的話 那你的思想就跟十六世紀的西方人一樣落後 她們也認為除了陰道高潮以外的所有高潮 都是不成熟不算數的高潮 那這個定義可就否定了所有 除了異性戀、超市性交之外 所有的高潮 包括女性的陰地高潮 包括男性的前列腺高潮 包括那些有小眾性別人 他們通過自己的方式獲得性高潮 所得到的高潮 都被否定了 所以呢我拍這個視頻的第一點 就是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破除 只有異性戀、超市性交所獲得的高潮 才算高潮 只有異性戀、超市性交所產生的性行為 才算性行為的迷思 性呢其實是非常多元的 只要在你跟你伴侶達成一致 並且沒有傷害到任何人的情況下 你們可以使用你們所能想像到的所有方法 來使自己和伴侶獲得性高潮 這都是成熟的性行為 這些行為呢也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只要你們都獲得了快樂 無論是生理的還是心理的 那我都要祝福你們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探討 為什麼有人會覺得 只有異性戀、超市性交 或者說只有一個人 把自己身體一部分 塞入另一個人的身體 所進行的性交 才算真正的性交呢 這個呢其實是一種叫做 强行異性戀的思維定式 因為我們就是身在一個異性戀的環境裡 從小到大我們接受的一切都是跟異性戀有關的 異性戀呢就仿佛人類的出場設置 可能有人就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就是異性戀它也只是一種性取向而已 可是呢這種性取向 早就超過了一個性取向 所應該取得的社會地位 我們每個人生下來都被認為就是異性戀 沒有一個腦科學家去研究 你大腦哪一塊區域 你哪一條基因 什麼樣的激素導致你變成了異性戀 沒有異性戀是需要出櫃的 沒有人需要證明說我是一個異性戀 這種異性戀絕對正確的狀態呢 被稱為異性戀霸權主義 那在異性戀霸權主義之下呢 很多人是長大之後 第一次接觸有同性戀這樣子的概念 那他們就會很直覺的認為 同性戀當中肯定有一個人是男方 有一個人是女方 有一個人是主動方 有一個人是被動方 有一個人是插入方 有一個人是被插入方 這種現象呢 在小妹妹們寫的單美文裡會非常常見 很多小妹妹寫文章 就很喜歡把公寿分的特別清楚 然後那個寿方呢 你把她性別換成女的也完全沒有關係 然後很多人想像男童性戀呢 就會一定認為他們有一個 一靈的行為模式在 就是他們的性交中 一定有一根丁丁呢 是被閒置的 另一根丁丁呢就很忙活 這個呢也反映在 對女童性戀的刻板印象上 在女童性戀的文化當中呢 女童性戀是把自己分為T H跟P 但是就我的個人經驗來講 實際上除了那些 真正完全不能碰的鐵T之外 大部分的女童性戀 在性生活中 都是輪流著來 互相取悦對方的 那麼在他們的 輪流著來 互相取悦對方的行為中 是不是一定要有一根 假丁丁的介入呢 答案是否定的 那為此呢 我翻閱了很多篇 關於非異性戀女性 和假丁丁的文献 是的有很多研究 在研究這件事 通常採用的是智華研究 他們的研究方法呢 都是和一些被誓來進行聊天 然後對這些聊天的內容 進行文本分析 然後得出一定的結論 普遍的結論呢 就是假丁丁 她背負著多重的含義 喜歡假丁丁的人 就用假丁丁 不喜歡假丁丁的人 就不用假丁丁 就是這麼簡單 那讓不讓女同性戀們 用假丁丁呢 女權主義者又有話說了 激進女權主義者們認為呢 使用假丁丁是一種倒退 是一種退回了 異性戀建構當中的行為 是一種把父權主義 男權文化 帶入到女同性戀關係中的 一種表現 所以呢他們是堅決反對 女生使用假丁丁的 明明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獲得快感 為什麼一定要把自己的希望 寄托在跟假丁丁身上呢 這完全全就是 羊具崇拜的表現啊 這些女權主義者的想法 和某些猥琐男的想法是一致的 女同性能用假丁丁耶 是不是說明 她們在內心深處渴望著男性 是不是說明 她們只要跟男性發生性行為 她們就會變直了 是不是說明 只有異性戀的性愛是最好的 所以她們才要使用假丁丁 來模擬異性戀的性交呢 我覺得大概大部分的女同性戀 尤其是那種打扮 不是特別中性的女同性戀呢 應該都被猥琐男說過這樣的話 就是 你試試嘛 你不試試怎麼知道 你試試我 你就知道男性的好了 每次我聽到這種話 我都 所以女同性戀使用假丁丁 到底是不是一種羊具崇拜的表現呢 另一群女權主義者 又出來說話了 她們認為 使用假丁丁 是一種從男性身上 奪回女性身體自主權的表現 在18世紀以前呢 醫學界和科學界呢 都是持一元性別論的 她們認為呢 女性就是沒有發育完全的男性 女性的陰道 就等同於男性的陰境 女性的卵巢 就等同於男性的高丸 女性的外陰 就等同於男性的龜頭 在16世紀 甚至有這樣子的一個傳言 就是因為女生的體溫比較低嘛 只要她的體溫升高了 她就會變成男性 就說有一個小姑娘 她在追一隻野豬 她追啊追啊追啊追 體溫升高了 她的陰境和高丸 就能在身體裡掉出來了 她從此就變成了一個男生 所以在父權序之下 男性雖然愛慕著女性的身體 但在她們心裡 和這個文化的最深處 她們對女性的身體 是一種貶低和恐懼的心態 因為她們覺得 女性的身體是流動的 是不確定的 是像變色龍一樣 她可以被插入 可以被交易 可以變化形態 她會流血 會產奶 會懷孕 會膨脹 所以在當時男性的眼裡 女性的身體 其實是一種 模糊了人與動物 之間界限的東西 是一種低於人類身體的怪物 那時候 只有異性類性交 才是允許存在的 甚至教會還要規定 你們性交時的體位 因此呢 在父權敘事下 女性永遠是被動的一方 她永遠是被插入 被性交 被進行性行為 而不是主動地去尋求性釋放 或性快感 而且在父權敘事下 主動尋求 並懂得如何滿足 自己性快感的女性 就會被灌上水性洋花 或者說 等等難聽的詞語 所以呢 這部分女權主義人認為 當我們主動去購買了假丁丁 挑選自己喜歡的假丁丁 而且從這個假丁丁身上 獲得了快感 這完全就是一種 女性性解放的表現 一種把自己身體主權 拿回來的表現 並且呢 如果你一定要說 父權社會對女性壓迫 它集中表現在什麼東西上 那就是因盡莫屬了 所以呢 他們是建議女性 人手一個假丁丁 可以選擇你最喜歡的款式 可以選擇你最喜歡的樣子 甚至你可以選擇 會加熱的 會震動的 會在夜裡發光的 遠比真實的丁丁 功能豐富 外形美觀 因此呢 一旦有了假丁丁 以及震動棒 跳蛋 的東西呢 女性可以把性 掌握在自己手裡 把快樂也掌握在自己手裡 而不用去等待 和依賴男性 給予自己什麼東西 兩性的地位 才可以說是 在某種程度上 達到了平等 好 人手一個假丁丁 這件事是有點誇張了 因為畢竟還是有人不喜歡 使用假丁丁的嘛 所以呢我總結一下 在激進女權主義者那裡呢 他們覺得使用假丁丁 是一種攀附男權 揚具崇拜的表現 那大部分女權主義者認為呢 使用假丁丁呢 是一種破除男權至上 從男性身上 拿回自己身體 自主權的表現 那如果你要問我的意見呢 我是覺得 只是一個玩具而已 我們普通人 沒有必要想那麼多 你喜歡你就買 喜歡你就用 不喜歡你就不買 不喜歡就不用 不管是男性女性 異性戀 同性戀 泛性戀 酷兒 跨性別 他們要怎麼使用這些小玩具 都沒有其他任何更多的意義 所以有一些為所男 也不要覺得 女同性戀他們使用假丁丁 就是一種他們內心深處 渴望著男性的表現 沒有這樣的 是時候停止你們的自戀了 男人們 好啦我今天亂七八糟說了很多 然後現在心情也變好了一些 謝謝大家聽我廢話 那我總結一下我今天說的 就是女同性戀他們的性愛呢 是可以通過手啊嘴啊工具啊 去刺激他們的生殖器 或者心高潮 那女同性戀呢 有特別喜歡使用假丁丁 或佩戴假丁丁的 也有不喜歡使用假丁丁的 大多數女權主義認為 這是使用假丁丁 是從男性身上 奪回自己身體自主權的表現 那阿蘭的建議呢是 沒有那麼多含義 也沒有那麼多規矩 在性質認識上 只要你不傷害其他人 只要你跟伴侶達成了一致 就去做你想做的吧 好啦 今天的廢話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